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這樣你們之前做的就不見了 沒關係 反正就是在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是要把那個東西再做 所以你可能再重新再來 三個欄位 還記得吧 所以三個欄位的話 第一個我們需要在第一欄這邊插一欄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實際上就在這邊 其實把上個禮拜的動作再做一遍 只是說我不希望重做 那你如果不希望重做的話 你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如果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那你可以錄製聚集 所以錄製聚集的話就是 還記得吧 最要先彩排 還記得吧 彩排動作是 一 游標放在這邊按右鍵插入對不對 OK 我喜歡這樣 但你如果有別的方法沒關係 然後插入 對 然後第二個這邊輸入黏 然後輸入LATER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向下填滿 然後錄製下來 對 那你如果不會 那你就可以把它錄製 錄製完之後它會產生一個SUB 那你再用Core的方法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程式 加到剛剛的那個下載的下方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先做一遍給各位看 那你們再試著做看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會寫 沒關係 你用錄的 可是錄製聚集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它程式真的不精簡 而且會錄很多 因為你滑鼠鍵盤的動作 其實有些是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但是它因為受限於紀錄 你滑鼠鍵盤 所以會多寫很多程式嘛 那我自己個人習慣 我會把那個就是不需要的地方 把它精簡 所以理論上錄製完之後 我自己個人會把它精簡 那你說老師是不是一定要精簡 其實不精簡也沒關係 還是可以跑就好了 所以以後你不一定要說 一定要穿對腳尖 你反正先求有再求好 有沒有 OK 所以你把它先做亂出來 至少我可以跑了 我問題有解決了 沒問題 那如果你還有多餘時間 你再去提升嘛 OK 至少我覺得啦 不要土法煉鋼就好了 至少每一天進步一點 你會發現 你就會一天比一天更進步 就會一個正向的循環 千萬不要一天得過且過 明天又得過且過 每天都得過 永遠都是這樣 原地踏步其實就退步嘛 OK 所以你會發現 身邊很多人就沒 當然那叫負能量 負能量的人 你會盡量離他遠一點 不然的話每天跟你道路的事 如果假設你身邊 沒有負能量的人 盡量離他遠一點 不然的話他真的每天都給你倒垃圾 但是我發現 負能量的人比較不會接近我 對 因為得不到任何贊同 反而會得到訓斥 OK 就覺得這個人在… 反而我發現像我老婆 好像有一些負能量的人 常常會打電話給他 然後跟他請 就是講一些 我覺得… 我久了久至少 我會跟我老婆溝通 然後發現他那些朋友也慢慢不見了 好像是我的… OK 可能因為我個性不能容忍說 怎麼會這樣一直得過 因為他有些人就是一直得過… 他會覺得說別人這樣子修正他 他覺得他可能不想改 OK 也是對啦 可是就我感覺是… OK 好啦 反正… 那重點回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就是把那個動作彩排過 接下來我們的實驗上來做 然後就再來就是錄製劇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可以給一個劇集的名稱 也許叫什麼 你隨便取個 就叫插入藍好了 OK 等一個劇集 然後接下來你做任何動作一樣 所以你要先彩排完之後 就開始了 OK 不過好像我們第一個動作就出錯了 第一個動作應該不要選 所以已經選了 先取消一下 有不要先放旁邊 因為你如果選了 他好像會漏了這個選的動作 你再點他 他會出錯 好 沒關係 再來一次 就NG重來一下 然後重新再把名稱上 按確定 好 那1點一下D欄 2點一下就按右鍵 然後插入 2的話在上面輸入黏這兩個字 所以你可以點兩下 然後輸入黏這個字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直接再點一下D2 他其實就會RangeD2點Slate 然後再插入一個Formula 他的公式就是Lapt 所以這邊的話 找到文字裡面的Lapt 然後去抓什麼呢 抓這個資料裡面的三個字 103按確定之後的話 快點兩下下下填滿 好 這樣的話我們錄完了 記得停止錄製 OK 那接下來就是讓它RangeRange看 Range的時候 你可以先把黏這欄下 按右鍵先刪除 然後你再到鉅集裡面 看一下有沒有叫插入欄鉅集 有嗎 執行一下 有了 它就出現了 但如果你沒有刪掉 你再按插入欄 它這個一樣會怎麼樣 一樣會再多一欄 變兩欄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先刪掉之後 然後再把它Range一下 OK 好 那有了之後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以把這一段 剛剛這一段程式 叫做插入欄鉅集 把它跟下載結合在一起 當然可以 那怎麼結合 一樣就是切到Video Basic之後 你可以看到你錄製鉅集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Module 2 所以你會看到錄製鉅集 它會先插入一個鉅集 然後把剛剛的鉅集放裡面 所以剛剛那個鉅集叫什麼 插入欄的一個Sight在這裡 你想說老師 那我剛剛放Module 1 我可不可以把剛剛這一段 放在Module 1底下 當然可以 按右鍵剪下來 把它放在下面算了 這樣比較好找 OK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就是下載完之後 如果直接就把插入欄執行呢 當然可以 你就直接在Enter Sub有沒有 在上一行Enter一下 在這裡跟它講說 我要跑完這個之後 直接呼叫這個Sub 那怎麼呼叫 很簡單 呼叫叫Call 所以你打一個Call CALL 空一格 然後後面的話 他就把這個Sub的名稱放到這裡來 所以把這個名稱複製貼到這裡來 這樣意思是說 當我下載完之後 直接先插入年這一欄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 所以我就這邊中斷一下好了 因為它理論 直接跑跑看 執行 所以這個不用Run 它會自己去Run 執行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它清掉 然後下載對不對 下載沒有黏對不對 那因為我Call 所以我這邊加個中斷點 這個中斷點是讓程式暫時停在這邊 那我可以再按F8 不過我們這邊筆電要加一個Function Function在左下角一個Fn Fn按住才能按Fn 就是F8 它會下一個 那你會發現底下這個就會怎麼樣 幫你再跳到這邊來 然後去幫你執行這一段 有沒有 就會有了 好 黏也有了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那其他的呢 去錄接到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錄一個之後 其他的應該都差不多 因為在插入的這個 那接下來的話 一樣嘛 我們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錄完之後還是要加註解 所以請各位把這一段成四碼有沒有 盡量加上1是什麼2是什麼 但是這個動作有點多啦 所以我這邊已經在 雲端白板的第13頁這邊 已經有做了一個 這個 這個已經做完了啦 所以當你那個註解的名稱 不見得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樣 所以我這邊有加了有沒有 1 選取D欄 2 插入一欄有沒有 然後再 游標放在D1輸入年 然後再來就是有沒有 游標放在D2 然後再輸入這個公式 然後再向下填滿 所以剛剛的動作 我只是在上面加了一些註解上 所以加註解上去之後 這個程式頓時感覺好像就比較 比較清楚一點的嘛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 如果我不想錄製呢 那我可不可以在這個居欄上面 來做一樣的事情 其實可以喔 甚至不用改喔 OK 那要怎麼加啦 所以首先的話其實 插入欄這個巨集 你可以把這些吧 其實應該理論上動作都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話 但是這邊應該理論上不用插入一欄 因為它本身 你就直接把油標放這邊就可以 然後輸入區嘛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假如你要拿 這個來做的話 你可以從哪個地方 應該是不用插入一欄嘛 從這個地方開始 應該從第三開始 然後或者你乾脆這邊插入欄 這邊看要不要另外起個SUB 如果不起一個SUB 我從第三這邊把它複製 那上面是黏嘛 下面這邊的話就是 Enter兩下 然後貼上 所以這邊的話 我假設要一個區喔 那如果要一個區的話 其實就是從3開始 那這邊其實你可以改嘛 改成區 然後油標放哪裡 它是放D1 你直接改什麼 油標放G1比較好了 OK然後呢 裡面放什麼 它放年對不對 我不要放年 我放區 好那D2.slice之後 後面的話它這個formular是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東西 什麼RC 而且這邊有R1C1對不對 跟各位講 如果你假設 你說老師 我不會這種RC 那我可不可以放的這個公式 就是我們上一次MID的那個公式 其實是可以的喔 只是說如果你要改成 我們之前那個公式 我看一下上面應該 理論上應該有 我們上一次 在這裡MID 這一段吧 我把它C1一下 其實你是可以直接用 我們看得懂的公式貼在這裡 是區2 不是區2 應該這邊應該改一下 這應該是改成什麼 改成F2才對 所以這應該是MID 然後F2 第四個字開始取三個字 如果說你要用這個方式的話 記得喔 那你前面這個.formular 的R1C1 其實你可以把它delete的掉 也就不要加這個.formular R1C1 這應該OK 就是把它留下 ActiveSale應該就可以了 目前的這個Sale OK 然後 甚至我跟各位講 甚至如果你要更精簡的話 甚至你這個也不用啦 點Slate 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它的動作是 游標先放這裡 然後它會產生一個ActiveSale ActiveSale是目前 游標放的儲存格 裡面幫我輸入 其實如果你要精簡的話 甚至你可以改成這樣子 就是RangeD2裡面 幫我等於就可以了 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幫我放進去 到這個儲存格 那不就直覺了 剛剛要點一下 那個裡面 多一行 OK 然後向下填滿的話 就直接一樣 向下填滿應該這個 這個應該要改 這個應該是G啦 G2才對 然後填滿的範圍應該也是G2 有沒有 到多少 G的23526 OK 好 那其實跟各位講 下面這一行其實是多餘的 它填滿就好了 你幹嘛還要再把它選起來 所以甚至這一行都可以Delete掉 好 沒問題 OK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我是拿上面的來改 那其實主要應該只要 只要幾個 其實只要三行就可以 其實只要三行就可以 甚至這個也可以改成剛剛一樣 點Slice跟 其實點Slice都可以拿掉 直接等於這個就好了嘛 G1裡面放區就好了啊 所以它錄製的話變成什麼 它要點一下 然後在那個點的那個儲存格裡面 輸入什麼東西 不用啦 你就直接 請你幫我在Range G1裡面 放區就好了 應該可以懂意思吧 就把這個放進去不就好了 然後再把這個放進公式裡面 不就好了 對不對 OK 它上面的序述是先點一下再放 我覺得太囉嗦了 所以我把上面的拿來改 其實改完之後 其實就三個動作 一 儲標放在區裡面 向公式 然後向下填滿 如果不確定的話 其實我們一樣來RangeRange看 好 試一下 所以再把上面的執行一下 執行完之後的話 OK 一樣把資料下載 那我這邊一樣設中斷點 那主要因不確定 我就先停在這邊 然後按那個方旋鍵加F8 如果你的電腦 假如不是筆電 其實不用按方旋鍵 直接按F8 它就下一行 這個是插入黏的 插入黏的 OK 這個應該 前面這邊沒問題 像下填滿 那關鍵來囉 這個區 這個是我剛剛改的 有沒有 區我沒有路囉 我直接拿來跑 我看看 OK OK 第一個 Range G1等於區 所以你會發現有沒有 這一行執行 這邊就有區了 第二個的話 公式加到G2 所以公式加到G2 有了 中山區出來有沒有 所以它實際上就是 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個格子裡 那這個格子剛好指的就是這裡 所以它就是丟進來之後 就把結果幫你把它顯示出來 然後最後再來是向下填滿 這個叫做Autofill 所以你就直接讓它向下填滿 那鋁量應該就OK了 不過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問題 他說Autofill方法失敗 為什麼方法失敗 跟各位講 主要的原因出在哪裡 這個selection 其實必須要有一個selection 才會 selection是動作嘛 才會有一個selection 就是你沒有選 那你怎麼會有一個selection 所以喔 如果遇到這個狀況的話 跟各位講 很簡單 你把這個selection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G2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selection 直接改成什麼 改成G2不就好了 有沒有 把它接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喔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要改 剛剛為什麼不用 主要剛剛是selection 油標放在G2 所以其實指的就G2啦 你不用那麼囉嗦 所以喔 就是根據G2的這個公式 幫我向下填滿 理論應該就OK 我看看 Ctrl方旋鍵加F8 有沒有 向下填滿OK啦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那你說 老師那還有一個有沒有 還有哪一個 路接道 所以路接道應該就是最難的 那不過也還好啦 路接道難的應該是那個公式 有沒有 所以那個公式如果有的貼過來就好了 所以喔 如果再來我們就是在做什麼 所以同樣的方式喔 如果要改 那路接道 所以一樣嘛 把這個 Ctrl C 然後 也許間隔一行 貼過來 那一樣這個就 就是Range H1有沒有 這邊改成這個 路接道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 G2這邊H2 這邊一樣喔 反正就是底下的貼過來的 通通把它改成H 這個公式喔 這個公式喔 理論上應該我有把它貼到雲端上面 就是這一個 這麼恐怖的一個公式 OK喔 那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貼到它應該貼的位置上 但是請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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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喔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喔 這個公式裡面喔 如果 我反正先把它Delete 就是如果你要放公式之前 你可能要先注意一下喔 你要貼上的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我有把它放雲端的第十一耶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你要做什麼 要把雙引號先變成兩個 那最簡單的方法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公式喔 先Ctrl-C 然後呢 貼到那個記事本裡面 記事本在這個 Windows 附屬用程式啦 當然你用Word也可以啦 然後找到記事本 然後Ctrl-V貼上 然後記得呢 編輯取代 然後一個 變成兩個 按全部取代 OK 這樣的話就不會混淆了 然後把這個自動換好 OK 做出來類似這樣 有沒有 它變成 本來是一個雙引號的 那你就要把它變成兩個雙引號 OK 然後這樣的話就 再把它複製之後 貼到剛剛的那個位置 第三個欄位就OK了 記得貼在哪裡 貼在這裡 貼到雙引號裡面喔 記得不要貼錯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把它貼上 很長很長 不管它啦 但是它要換行怎麼辦 記得喔 看一下 後面好像多一個換行 所以這個換行 記得不要折行 所以把它Delete掉 讓它跳到上面去就對了 可能我剛剛複製的時候 尾巴有個換行 會讓它變折行 那怎麼辦 把它拉上去就可以了 好 離開 這樣OK了 所以做完之後呢 最後final的結果就有啦 所以我們 其實我主要就是 把剛剛的這個區的 這三行貼下來 然後分別改路接道 改這個公式 本來是這個mid比較短 然後把它貼這個長的 記得貼上來 記得要先把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反正就放在那裡面就對了 然後其他就是把G全部改下去 所以這個一個 一個兩個三個 四個五個 OK 好啦 那關鍵時刻來了 我們就是要再把它怎麼樣 把它分別執行OK 所以這個有點 等於是我們只錄一個 然後其他就用改的 改的原理原則 我剛剛有稍微提一下 所以關鍵時刻來了 我要不要正確 就看最後的執行結果了 執行喔 這個我一樣射中斷 一樣取資料 好 那插入本來一個欄位 現在變三個欄位囉 所以 Ctrl 我F8啦 我F8 然後先插入年 有沒有 然後再加公式 像要填滿 然後這個是區 所以區的話 我先把它移到旁邊 看一下區 區 然後再來就是入街道 入街道它隔壁 所以就把它移過來一點點 我的習慣是 可以看到 然後再讓它執行好了 看到有沒有 這邊是程式 然後你可以這樣慢慢看 入街道 然後輸入公式 所以這個的話 假設出錯 其實如果假設出錯 我建議 你這樣看喔 因為公式太冗長了 我是建議你先delete掉 留下兩個雙引號 再做一次 可能還比你看哪裡錯 來得更容易找到問題 看一下 我再把這個delete掉一下 因為我不確定說 我這個公式 我再拿一下 我看一下 應該這個公式應該是對的啦 如果不確定 你可以先Ctrl C有沒有 直接先在eSale裡面亂亂看 在這裡先亂亂看 貼到這邊來 然後打個勾看看 有了 所以這個公式是對的 那如果這個是對的話 那你就把它貼到這邊 然後一樣做剛剛一樣的事 所以如果假設出現錯誤 我建議直接重新找一個對的公式 因為我剛剛不確定 我那個公式是不是對的 所以我再重做 反而可能會比較快 再貼一次 貼到這個雙號裡面 OK 好 可能我剛剛換了 那這樣子應該沒問題的 試試看 所以如果將來你發生錯誤的話 那可能就是用這個方法 Ctrl Function鍵加F8 有了有沒有 就OK了 所以有時候不用卡住 我建議你乾脆重貼就過了 因為說真的有的時候 光要看那個到底哪裡出錯 太困難了 連我都覺得實在是 倒不如你剛才重貼一個對的 主要是說要把兩個雙以後 一個雙以後要變兩個雙以後 這個一定要做 好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最後的話我們再來整理一下 所以最後三個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這個是錄製的 所以 當然最後我也是覺得底下都有改了 那上面也可以跟著改改看吧 所以理論上的話 這個地方我剛講 點slate跟點底下這個 這個實際上是可以改成什麼 這個可以刪掉了 直接d1等於黏就好了嘛 有沒有 點slate這個等於什麼公式 這個一樣 等於那個公式就可以了 那這個rc-1 我們乾脆用那個 我們看得懂的 我們應該是 這個公式我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上面應該也有 lapt 我看一下是不是 如果沒有 你可能就是要直接 從這邊公式貼過來 這個公式 c2 然後把它貼這裡 這個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那可能有同學會問說 什麼叫rc-1 其實跟各位講 r指的是列 c指的是藍 那如果是 如果r後面沒有中瓜虎的話 那表示同一列 如果後面有正或負的話 r後面有正負的話 如果是正的是向下 負的是向上 如果c的話是藍 負的話是向左 正的話是向右 好啦 那如果你實在是完全沒辦法理解 你可以忘記沒關係 因為這個是他錄製具體都會用相對位置 我覺得我完全不能解鎖 所以要是我的習慣 我會直接放一個我看得懂的公式 這樣就解決了 所以假設你不想要記那個什麼r1c1那些 沒關係 因為那個是電腦看比較看得懂 但如果我覺得不能接受 那你就把它換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應該也可以改 這個selection會錯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叫selection 這個地方可以改 然後autofill 其實底下這一行也可以把它刪掉 好 那這樣我們就完成之後 那當然最後可以分第一段第二段 所以第一段的話呢 這個應該是 插入 然後 黏 藍好了 這樣會比較清楚 這個是 step1好了 用 中文來e好了 然後這是1 那這個的話 2的話是插入區 區在這裡 那這邊 這是2 嗯 那3的話就是那個路接道 好 那這樣就完工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反正就是插入3欄就對了 OK 那我基本上 我是只有錄一個 然後底下兩個是用 上面欄來改的 不過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現在還是沒辦法做出來 沒關係 你三個都錄 扣第一個 扣第二個 扣第二個 也可以啊 跑得出來 只是說我自己個人是不喜歡這樣 因為 這樣感覺比較沒效率 然後我希望 最後還是把它修改一下 改完之後 那最重要的時刻來了 就是如果run OK的話 那表示這個應該沒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它再跑一下 所以最後 跑一下這個 輕調 下載 下載 然後再插入年 插入這個區跟路接道 沒問題了 有沒有 可是最後好像有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什麼問題 G跟H 好像 它為什麼這麼的 寬 藍寬好像太寬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 比較吹毛求疵的 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最後我可不可以把這個藍寬 稍微再調小一點 G跟H調成多少 大概10左右吧 因為這個上面的數字好像看到 差不多10是剛剛好的 所以如果最後假設說 你要加G跟H 藍寬變成多少的話 其實很簡單 像我的習慣就是乾脆 我呼叫有一個物件叫藍物件 藍物件叫column Columns 就column 你點下去之後 它會有一個屬性 屬性的話就設定藍寬的 那個藍寬應該叫 藍寬應該英文應該叫column width吧 所以你打一個column width 有沒有看到 column width就出現了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要把G跟H藍 變成寬度為10的話 那我就column.column width 等於10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個狀況 它會全部都變成10 所以最後記得 請你在column後面刮胡一下 跟他講說 沒有 不是全部啦 我只要G跟H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G到 到的話就冒號H 這兩個藍位的藍寬 幫我改成寬度為10就好了 那這樣就解決了 應該就完美了 OK 所以最後啦 老師最後的部分可以再做一次嗎 最後column column這個就是這樣 你可以先 這個是column物件 這個指的是藍物件 也就是將來如果你要控制 以Sale裡面所有藍的 所有相關設定都可以用column 然後點下去之後它會有清單 那你可以找一個 哪個是設定藍寬的 名稱很簡單 就column width 找這個有沒有 column width 然後你可以按空白鍵 它就幫你加上去了 所以其實你以後物件的選取 其實滿簡單 後面給它的寬度 我剛剛有調了一下 有沒有 這邊大概調個10左右 OK 所以我就把這個數字填在這邊 那如果你是寫這樣的話 意思是所有column的實質 指的是所有藍寬 所以我還要再去限制說 它只有兩個藍 哪個兩個藍 一個是G藍 所以這個也是自己要打 G到H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們最後 假設說我要設定藍寬的話 再補一下 有沒有 column.column width等於10 那記得瓜葫裡面 跟它講說G到H 那我做完之後 我們再跑一下 看看會不會OK 如果OK的話 基本上 大概今天到這邊就OK了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 看一下藍寬有沒有改 等一下 還沒改 把它再Run一下 OK 這是Value為什麼 我知道 這個剛剛 就把它重新再跑一下 應該是這邊 從這邊 從這邊跑才對 OK 好 那這樣的話 下載完之後 它就會幫我把藍寬再做設定 OK 藍寬維持 好啦 基本上的話 今天的進度 原則上就是把這個住宅竊道的下載 把它加進來之後 並且用錄製聚集修改 增加年跟區還有路階道 這兩個 把這三欄就OK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放喔 那 我們 看到 我們 沒有 沒有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